作曲 李宗盛 雨夜色輝營 明亮眼貌裏 一流失落 令我眼光不敢追隨 仍是你 暴離多幽美 發癖在風中跳起 明亮眼貌裏 憂鬱的夢 由此帶出一點奧氣 唯願你永遠不會失去 仍是你說話輕輕笑 陪著你進出於萬燈裡 連結色相相多愛河 陪伴你暴離輕快 萬燈光彩奮角又美 明亮眼貌裏 明亮眼貌裏 姓黃般娘 為這晚莊天上已美 為這晚不見 走해�生 希望你永遠照蟻相對 陪著你寫話輕輕笑 隨著你進出於萬燈裡 愿你会跟我相对海河 陪伴你暴离轻快 万灯光彩焚角又美 明镜眼谋似姓黄般良 为这梦众添上艳美 谢谢 很兴奋 很开心 五盏灯 鲍星哥你好,谢谢评判 多谢各位评判,谢谢 这个很幸运 我们按了灯才走音 是的 对,他真的害怕 他真的很幸运 所以比赛也有运 还行转按灯 他一开,很棒 我们按了灯,转转,他才走音 是的 走走音,一刻就死了 可能我看见这么多灯 很开心,那一刹那 所以控制不了声线 所以有一下走音 那一刻我也觉得很噁心 那一刻,但我看见了灯 所以那一句很幸运 你唱歌,我不管你的技巧 你很有感染力 没错 你唱得入我的心 我刚才还未知你开口唱 你一唱 我直接被你变得了 那就是魔法 Harry,你那天说中音很漂亮 我说低音,低音也漂亮 低音也漂亮 他真的唱得好 而且你选择这首歌,很好 你这首歌和你的声音有一个魔法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想找你唱歌 谢谢 谢谢吴先生 而且一听,很有親切感 我还以为蔡豐华来做什么 我也是… 我也很喜欢他 而且我觉得这就是声底好的重要性 其实我觉得他的声底很好 很有感染力 一来唱第一、二句 就好像我们有哗的感觉 但技巧那些就要再努力一点 因为这首歌到后半部分 就好像没什么听了 就比较平淡 因为这首歌毕竟也不短日子 是 虽然《爆姓光》的版本 跟蔡豐华有点相似 但当年的蔡豐华 其实也有用了一个 如果用现在的形容词 是暖男的声音去唱 我不觉得你的版本会觉得很妥 或者很妥当的 也带到一种很温暖的感觉给我 第二个一定要赞的 是很奇怪的 我都不明白那时候蔡豐华为什么会这样 蔡豐华那个版本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回他的音乐音乐 因为里面有很多个你字 蔡豐华当年是唱了你 好了 因为很多时候参赛者 他们会盲目地跟随了原装正版 于是不断唱你,你 但是你全部都是唱对那个咬字的 因为刚才阿妈和林志明 就很紧张参赛者 那些咬字不行 你的情况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个里字 其实我听了蔡豐华 他唱的原唱很多次 坦白说我都觉得那个里字 他唱出来比较奇怪的 就是这样,你,你,你 所以因为我经常在街上聊天 我也会唱这首歌 所以我出去唱的时候 我就自己把它唱到普通的里字 用一些避音去带戏他的里字 我一开始听到蔡豐华 但我再听了几句 我就觉得不是 他的声音更有磁性 他唱得很有韻味 我只是添水 所以,就像Harry说的,他是唱到入心的 还有那种很温的感觉 很开心啊 我都没有猜到有五个灯 很开心 心目中想拿多少眼灯 我打算是三个灯 都是等候他 所以我突然看到四个灯 五个灯 我真的很开心 未经许可,但未经许可,得及 他们最后一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